首先出厂的这位驾驶员啊 刚喝完酒就马不停蹄的把车开上了路 那么后来呢 我不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晚上11点左右 在丰台区刘三桥上 丰台交通支队封装大队的民警 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夜查 一辆银灰色小轿车的出现 让民警忙碌起来 喝了多少酒 喝了多少酒 没啥喝 驾车喊了 我车放着了 先把驾车拿 经过酒精检测 司机的酒精含量 已经超过了最久驾车的数值 按照相关规定 需要进行抽携检测再次确认 刚喝完酒 赶紧我帮我一跑 因为我是做了工程的 司机说 他就喝了二辆白酒 可是刚刚喝完酒就驾车上路 酒精含量怎能不高呢 面对镜头 说起刚才的酒驾行为 司机表现得十分尴尬 咱们别照行吗 为什么不知道 不好意思 这事也不是好事 知道不是好事 那更不能酒驾车 我也知道不是好事 可是事物不对 真的 此刻的回忆已经无济于事 随后 司机被民警带回交通队 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 今天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 这名司机的抽血检测结果 显示为155.5毫克 醉酒驾车已成事实 他将接受法律的审判 记者赵文吉报道 在终于校园下 接受法律的审判 并且是处理的审判 带兽的审判 有点准备